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最能够体现中国人智慧和哲学思想的运动方式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人是爱上了大太极拳 但是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的时候方法不得当 容易造成身体上的一些健康隐患和健康的问题 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请卢春老师帮助大家纠正了一些问题 倒不知道我们几位嘉宾回家之后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 有收获 有改进 我觉得从昨天卢老师传授了我之后 我今天已经变成武林高手了 这么快啊 太好了 你是做梦吧 梦已经变成武林高手了 有帮助 我就觉得昨天卢老师说了以后吧 我就觉得他整个太极 他是一个整体 他不光是思想上 还有肢体上 都配合在一起的话 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开合 不光是练习动作 同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体会太极的精妙所在了 他深啊 他在里面 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 我原来就只知道去比活 不知道里面的内涵 昨天听了卢陈老师讲得特别细 我觉得各个方方方面面 真的收益特别大 我的收益也不小 感觉的就是 首先一个他那气 以前吧 就是确实我有时候 打的时候就是憋气 回去琢磨他那个说了之后呢 我琢磨琢磨 一是找他那个气 一个是那个 琢磨他说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变成自己的 那就更好 您看啊 通过上期节目啊 我们的确是 把自己在运动练习的过程当中 存在的问题呢 慢慢地显现出来了 同时呢 还有一些正确的方法 可以提供给大家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邀请了专家 为您来答疑解惑 让我们欢迎 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新义混元太极拳第二代传人 卢春老师为大家介绍 欢迎卢老师 卢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卢老师 卢老师好 卢老师昨天看完您在台上打太极之后 我们真的是深深地近距离地感受到了 太极的魅力所在 它不仅仅是一种 看似行云流水的动作而已 实际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是啊 那我们也都想像您一样啊 这来了人之后 我们谁都不怕 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保护的这个能力 能做到吗 怎么做呢 一般的女孩子呢 练上要正确地练两三年 就是说比较好一点 能处一切功夫 一般的人呢 有也是两三年就可以了 当然功夫 为什么叫功夫呢 功夫就是时间 要真正理解中国这个文化 其实它需要我们去真正地下功夫 下一定的时间 还有一个呢 正确的这个训练方法 它会随着我们这个人的生长 它会慢慢地越练越好 我们练功夫 首先是修德 修的是一个武德 一个为人处世 就古人说的 孝敬父母啊 对朋友长辈啊 都非常尊敬 这个练拳当中 老师都要教育这个 这是一个我们的古人的传承 再一个呢 需要我们在练功当中的静心 需要在静心当中 去调打我们的气血 调整我们的呼吸 调整我们的思绪 所以它在练拳当中 就是无形地修正自己 调整自己 明白了 所以要想达到强身 健体甚至有一些机机功能的话 对 下功夫 还是要持之以恒地好好练 用对方法才行 对 那其实关于打太极的各种各样的误区 困惑还有不少呢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小问题 大家是怎么看的 有人说练习太极拳 要多练习 振脚 小燕你说说 你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是迷恋振脚 怎么呢 原来小时候看那个电影 经常有那 咔一下 然后那地砖也都碎了 我觉得特帅 但是现在特费地砖 我觉得就是 一个是感觉特酷 二一来讲 好像感觉就是 振脚那时候 好像那发力的那个感觉 就感觉特舒服 特给劲 给劲 就很不得 那王老师您的感受呢 我觉得振脚是一个 高层次的一个动作 是吗 就是你刚开始练的人 你得不到那个振脚的那个要领 因为振不好 自己还没 脚没振完 整个浑身都哆嗦了 所以你也是觉得 也愿意厉害 振脚 对 这个振脚吧 我觉得是挺好的 第一 它有气势 一砸拳 一振脚 就给人一种惊天动地的感觉 尤其陈世太极当中 还有长拳 很多长拳当中 都是一振脚 我要是在公园里 看到有人在我面前 又这样又这种的 我肯定离他远远了 挺吓人的 他那气势就出来了 但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真讲 小燕 你能不能先来展示一下 就把你那个 能把青砖给剁碎那镜头拿出来 好 好 好 就想问你 你脚疼不疼 你跺你也拔 大体做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就是我们说的 刚刚一个是缺那个中正 中正有点这样 踏腰 再一个呢 就跺脚的时候 你用的是脚跟 那整体的落地 就可以 凭着拍 它也不是拍的力 因为它是拍你看 是这样 拍 扁一下 它是扁的声音 它其实是一个 把这个脚落地以后呢 声音跟我们的肌肉 跟我们的这个意念 是合拍了 让我们训练这种合 这个合字 你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好一些吗 在这个手跟脚 在合的 要手脚合 对 就是手跟脚 这个一个身 对 我该理解 卢老师说那意思 就是 你所有动作 其实目的 不是为了 震这一下脚 目的是 像老师说的 所有的意念 然后身体 然后声音 要合到一块 要练这个统一性 对 所以调整完之后 还是有改进了 没错 没错 好嘞 来 下面我们请王老师 王老师 您来演示一下正脚 让我们看看 练得不错 好 好 练得不错 厉害 真不错 所以这顿脚 我是经过了 说实话挺坎坷的 刚开始那脚 啪啪 剁得 整个的嘴都发麻了 双个身子都麻 对 王老师做这个呢 比小叶呢 专业性比较强 看来练的功夫呢 比较深 但是呢 就说稍微的改正一点呢 就是这个 在剁脚的时候 像您这岁数 也不是 不要太使劲 就稍微轻一点 轻一点 这样呢 它以氧为主 不是以鸡鸡为主 轻如这个羽毛似的 好 轻轻的以落地 王老师体会一下 好 我来一下 应该这样吧 我觉得这个更有韵味 王老师 你自己感觉呢 是 特别舒服 这样好像拿得 更集中一点 对 好像是更整体一点 对 这个气眼意念 都跟着走到一个点上 对 这个也好 走了一个点 走一个点 对 你说这个对 就一气力都达到一了 这一点上就得 对 人养生了 对 他合了 太好了 谢谢您 谢谢您 辛苦王老师 我真的觉得就改进完之后 就要比原先那多出来的一生 感觉更有威慑力 对 真正的尘世的顿这个脚啊 它应该是整体的落地 不是用某一个局部 刚开始练的人呢 就是初学者 他都是用脚跟 要么就是用脚掌 要么有它用脚尖 或者用脚的边侧 这样呢 都容易伤到脚 还有呢 就是玩命的阵脚 玩命阵脚 就是图这个响声 图这个响声呢 它好像有这个震撼性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 陈生跆拳振脚的目的 它为什么要震脚 为什么要震脚呢 是不是为了恫吓其他人 有这个意思 吓唬人 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 它主要意思呢 我们还强调跆拳一个字 就是合 它其实在震脚的同时呢 去训练我们的声合 就我们听到了这个声的 跟你的机体 反映过来的这个合 它能不能声音 机体和你的脚 还有你所有肌肉 你的动作 整个的动作 一个合劲 它就一个劲 不能说 那你就呱一下 或是呲一下 都不能出这种声音 然后你的内脏 全都抱在一块 这样呢就是 让大脑能够支配 我们的内脏 和我们的肌肉 协调统一 可是如果要是方法不得当的话 是不是也容易震出问题 对 它会首先呢 它传导出来的那个力 它是传导的大脑 就因为我们腿太直 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 它用脚跟震脚 用脚跟震呢 就会传导的大脑 为什么它 你看它讲究震腿的时候 要微微有点曲 微微有点曲呢 它不会传到我们的大脑 就不会伤脑 这是第一 还有呢 你震得太使力 不是为了去找 这个合的这个力 这样呢 它就会出现腿麻 震得这个腿麻 所以你震脚的时候 要有正确的姿势 和适当的这个方法 适度的方法 那卢老师 能不能给大家 来演示一下 正确的震脚 这个力道 应该怎么去把握 我们做两种吧 一种是可以出声音的 比如说 我们做前面的启示 我们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有声音的 好像可以做一个没有声音的 我感觉刚才心都颤了一下 哇 好棒啊 要是悄悄着就可以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第一个困惑 希望大家能够纠正以前的观念了 那我们在练习太极的时候呢 没有必要多练习正脚 那如果要是达到了 这种水平的时候呢 在练的时候也要找好这个力道 和把握好这种三合一的状态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大家关心或者有困惑的 第二个问题 有人说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啊 重心越低越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有人说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啊 重心越低越好 小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啊 应该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人这个 传统武术嘛 讲究下盘 下盘就得越低啊 你看着人越稳的 然后也不至于摔倒 而就感觉功夫得深 我觉得应该是越低越好 我同意他 因为我是觉得吧 重心越低 得气感的机会越大 如果你站那儿吧 好像入不了境 你怕要往一震 心也沉下来了 气也沉下来了 肢体也沉下来了 我就觉得应该得气的 这个速度啊 应该快 一封阿姨 您在练习的时候 看到您的那些拳友 有没有把重心压得很低 好像是特学少 因为都年龄大的人 但是我觉得是重心越低也好 证明台阶拳功夫深 高手 谁愿意到台上来演示一下 看看重心有多低 来 五叔叔 有没有把重心压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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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佩服 佩服 好厉害 五叔叔 您刚才打这段的时候 我感觉您腿就从来没有伸直过 一直是非常低的重心 对 太厉害了 那卢老师 您觉得五叔叔打这段太极的这个重心适合吗 我觉得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要太低 因为太低会伤膝盖 时间长了以后 人的膝盖和肌肉也是承受压力太大 它这个肌肉的这种老是紧张度很大 您好紧张着 肌肉容易老损 而且它会粘连 那膝盖有很多的筋腱 筋腱也会伤损 所以说不要太低 适当 适当比较好 那您觉得对于五叔叔来说 我们把重心调整到什么程度 是比较适合于它的呢 角度呢 就是让它大概在十度 十五度角就可以 您试试 这个就比较适合 你就太低了呢 就是增加你的血液循环 但是呢 它也增加我们心肺的负担 也增加我们肌肉的负担 和膝盖的负担 对 是 好 我先慢慢调整 好 谢谢 刚才练得已经很棒了 谢谢 很厉害 看看我们玉凤阿姨 现在练得如何 请卢老师来指点一下 很漂亮 挺好 它这个重心呢 基本上再高一点 要更好 因为你要表演性的 为了大家一块都是这个角度 那你就这样的角度还可以 但是为了养生 也是刚才说的这个 十度到二十度左右 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 专业的那个练法 它专业练法 它是为了打比赛 它必须得到这个角度 我们呢就 为了是养生 不要去完全追求 专业那个角度 假如到那角度 你也到了 那膝盖也坏了 坏了 是吧 是 谢谢您 也要跟您的拳友分享这个观点 好的 其实卢老师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看到就是专业的太极拳比赛 那些选手的重心都非常的低 那人家是有功底的 才能够做到 对吗 对 专业的训练呢 它跟我们普通人训练不一样 他一个是为了拿金牌 为了拿名次 往后 他必须得找到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普通训练呢 就不要去这么打的角度 和打这个太低 但有人说了 说如果要是架子太高的话 那就跟直立站着 没什么区别了 我们还占什么装 打什么太极啊 这个我们高架子呢 其实也是在训练意气力 你高架子呢 你不去聚精会神地 去调整你的下的姿势 你没有注重这个姿势 所以你就思想着放松了 思想一放松呢 它整个气血地运行了就好了 我叫周畅 所以这样对身体有好处 原来我们步蹲那么低来 战装和打太极 都是可以调整我们的气血的 对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其实还是训练的一个心境 这心境能够平静下来 那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在练 都是在修炼 练它一样 好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 打太极拳的时候啊 也并不是重心越低越好 那辛苦卢老师 您帮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在战装或者是 打太极的过程当中 重心调整到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是最合适的 好 我们打太极拳当中呢 要调整好我们自身的重心 你比如说我们练云首 那在城市太极拳当中呢 你看这云首呢 其实它是一个适当的重心 那我们要太低呢 你看太低的这个姿势呢 这气概呢吃力很大 那稍微地高出一点来 但也不要太高 太高就直的了 它又没有全家的意义了 基本是达到一个适中 对 往云首当中呢 这个要做到云长细慢 对 符合这个太极拳当中 这种的寻中 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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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中这种感觉 对 这个重心呢 一定要掌握好 不能太低 也不能呢过于这个高 这基本上是有点驱动 对 大概在四十度角 三十到四十这个角 这个角度比较合适 还可以呢 在打这个云首当中呢 做插步匀手 插步匀手呢 你看 可以在坐当中呢 插步 然后匀 对 身体呢 要保持中正 这里头呢 也表现了 练太极拳当中呢 手中 保持一个匀速 和圆滑 对 然后心里头呢 清静 对 这样呢 我们这样练下去呢 对身体有好处 对身心呢 都得到修复 嗯 现在终于搞清楚 这个重心应该怎么去把握了 好 那我们带着大家呢 来看下一个有关于太极拳的困惑和误区 有人说练习太极拳的动作越大越好 王老师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大得有大气嘛 抱的气又多 抱的球越大 动作舒软 很优美 应该稍微大一点 因为小姜小气的 绝对 放不开 你怎么看呢 叶鹏 越大越好 为什么 跟王老师说的一样 你练这个嘛 对吧 你真是 差点意思 越大越好 我也觉得越大越好 动作也漂亮 觉得大好看 不光是好看 好像觉得达到锻炼目的了 嗯 五叔叔 您觉得是不是动作越大越好呢 我觉得是越大越好 也特别好看 嗯 您干脆上来给咱展示一下好不好 您到台前来展示一下 您觉得动作大到什么程度 您就觉得特舒展 特舒服 谢谢观看 这架子真的是拉得特别的开 那卢老师您从专业的眼光来看 这个动作幅度大小可以吗 卢老师打的是 大挺漂亮的 但是呢就说 大呢它不容易合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中国文化的这个字 就是合字 因为你气就不合了 你又大呢就散了 是吧 但是不能太小 太小了呢 又这个小气了 我们讲的就是适当 适当的稍微的大一点 你能叫拢住 拢住我们自身的气 我们自身的神 胎拳练呢就是精气神 练精化气 练气化神 练神还虚 这样呢 神气呢都聚在一起了 它主要也是符合中医的道理 那您觉得五叔叔刚才打这一套 哪些动作可能需要再 收拾一下自己的动作 和神往里收一点 练功后呢 要练这个精气神 要练我们这个神 练我们这里的内气 它往大了走的时候呢 它也有收的东西 要收放 收放呢 要自如呢 就是你的神的收放 那五叔叔打这个 还是可以稍微收一点就可以 收一点 回去慢慢体会一下 五叔叔 那回到刚刚我们关心的 这个太极拳的疑惑和问题 相信您现在呢 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了 打太极拳的时候啊 是不是动作越大越好呢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并不是这样的 还是根据自己的身形 和自己练习的程度呢 来调整它的舒张的程度 好 那您给我们大家来展示一下 您在打太极的时候 动作幅度是如何控制的 好 我们太极拳当中呢 尤其是尘世心意混元太极拳 这个它表现了尘世的蝉丝劲 心意混元呢 就是表现了我们的心意 心和意识 有很多人做蝉丝的时候呢 它做得非常紧 非常大 就是太大了也不好 太小了呢 就小气 拘紧 太大了呢 我们那个气呢不拢 你比如说 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就是 它这个马步也大 开得太大 往后势子蹲得又低 它这个整个拉起来 这个非常非常大 做得太大 这气呢 它就不拢了 是吧 气不拢呢 这种蝉丝呢 就对身体呢 它不会有好处 那这时间长了以后 我们气呢会散 气散 它不聚 那蝉丝劲呢 我们先说一下手 这个手呢 你看 要挖笼掌 手上有挖笼掌 挖笼掌呢 它在缠的时候呢 就缠绕旋转 对 你看 拉过来 它有一个缠绕手跟腰 协调配合 你不能单纯的是手 也不能单纯的是腰 假如单纯的手呢 就是这样了 就很难看 是吧 我再做一遍 你看 缠过来 手你看 转 缠 手掌 翻 对 在翻的同时呢 那个肘和手臂 全都产生这种缠绕 螺旋缠绕 然后 我们再蹲下来 你看 蹲下来 就是两脚呢 基本上比肩宽一点 两脚呢 不能八字 不能外八字 这也属于我们说的大 就大 太大了 往里扣一点 扣一点 气呢 就合了 合气了 身体呢 不能向前探 微微地直起来 腰呢 不能 不能 撅屁 要往回合 这是内加拳的一个特征 然后 手呢 右手插腰 左手呢 做蝉丝 我们刚才说的手 跟腿 跟腰 就结合上了 往后 在做的当中呢 要有一个意识 往后 还可以反 做完正的 再做反 这叫单臂蝉丝 有些老年 岁数大一点 能蹲下的 就蹲下 蹲不下去呢 我们就可以用胳膊这样做 也可以 或是 这样缠 也可以 这也是缠丝 也可以这样缠 这都是缠丝 这真的是做到 收放自如啊 行云流舍一般 我注意到 刚才您在打拳的时候 也有一些手上的小动作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很小幅度的动作 这种能练习到什么呢 这个动作啊 它有大有小 但是呢 就是在练当中呢 可能有人会 偏重于小 有人会偏重于大 这我刚才 我们讲了 就是说 它其实是根据 每一个人的这种感受 但是训练的这个 目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小呢 它可以训练 我们的意识 可以训练 我们的这个 肌肉的灵活度 往后 在小的动作当中 去寻找这种细密的感觉 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训练 小的同时呢 训练一种 比未动 即先动 就对方还没动的时候 我们先动了 因为你动作比较小 它比较敏感 比较锐利 所以就是练习大的动作 舒展的动作 当然是有这个 活跃气血的作用 但是小的动作 是可以增强 我们的肌肉的敏感性 意识支配肌肉的灵活性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关于太极拳的下一个疑惑 有人说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身体是不是越松越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有人说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啊 身体是不是越松越好 汪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定是要松的 松掉以后 所有的经络体才能松得开 那么血流也快了 神经力也创造也快了 那么经络上送了养料也快了 所以太极拳 为什么能养生的 就是这个 松 静 这东西我觉得是最养生的东西 所以我宠拜松 那小叶你怎么看呀 一定是越松越好 那么我们传统武术 能来讲究沉间坠肘 讲究松话 讲究含胸八倍 要讲究的就是 要把整体身体的状态 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肌肉 都把它松弛下来 你才能更好的合力去打 所以肯定的 越松越好嘛 我宠拜松 我觉得那是高手 才能做出来的 松 静 空 无 这是太极拳的要求内在的东西 就是说你松下来 静 心才能静下来 你要是如果身上要绷着劲 你就出不来那种柔软 和那种松弛的那种劲头 打出去就有点像长拳了 我觉得还是越松越好 所以配着太极拳的音乐 也都是特别舒缓的 是吗 那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先请王老师到台上来演绎一下 您平常在打太极的过程当中 是追求什么样的一种松弛度 好 好 来 看您的 对啊 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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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拳的确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它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玄妙的 有益的体育运动方式 只有练起来 学起来的朋友 才能够感受到它有多么的妙不可言 但是学习任何的技巧和方法 一定要入正门习正法 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勤加练习 我们再去勤加练习 持之以恒地不断地去精进 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 太极拳给我们的身心 所带来的改善 所以非常感谢卢老师 一点两天给我们答一解惑 谢谢卢老师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